尊敬的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长沙公益仨成员刘大祝国坚雄 之前已被长沙国安任意积压700天,他们是长沙赋能NGO机构的成员 过去10年,他们为中国一一干携带者,7500万的残障人士,125万爱滋病携带者 倡导平等权利,他们倡导废除计划生育,关注继生受害者,为600万适度家庭,争取救助金 他们也倡导流动人口儿童的平等受教育权 由于这些工作,他们被控颠覆国家政权,被囚禁酷刑,被秘密审判 自2019年7月22日被抓至今,他们被剥夺通讯权与外界完全隔绝 他们的律师辩护权也被抢走,他们六位律师在同一天集体遭到强制解除 官派律师被作为国家机密隐藏,家属们亦遭到迫害 仅仅因为我是成员妻子,我被长沙国安监视居住180天,期间被戴黑头套,手铐 强制审讯并冻结我的银行账户,扣押我的证件,多次遭到威胁 吴有水律师多次被国安、律协司法庭约谈骚扰威胁 我三岁女儿所在的教会学校也被警察威胁而被迫关闭 长沙公益三现在所遭受的揭露着中国政府是如何假借国家安全的名义 实行警察暴力,操纵玩弄法律,实现对人权捍卫者的全方位打压 我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督促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公约 停止警察暴力和肆意迫害,立即释放长沙公益三 警察暴力不动 警察暴力不动